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来看英国首相梅伊 最近因为移民丑闻备受争议 那么就连母校牛津大学 也疑似为了要避免学生抗议 决定要将她的照片 从杰出女校友的名单中给移除 放下英国首相的身段 梅伊开口为自己进来处理 加勒比海移民的措施不当道歉 但风波并未因此平息 反而延烧到大学校园 毕业自牛津大学地理系的梅伊 政治表现杰出 牛津大学校方上礼拜 将她的相片跟知名地理学家 马希等人挂在一起 表扬杰出女校友 照片贴出没有几天 梅伊的相片旁边 就被贴上许多写有抗议字眼的便利贴 还有人放上梅伊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合照 写上共谋关系 讽刺两人在移民议题上同样面临争议 梅伊的照片上方还写着自由空间 请分享你的看法 俨然变成一个小型抗议区 为了避免学生抗议 校方随后将照片撤下 表示移除照片绝对无关政治立场 只是避免被贴上讽刺文字而暂时拿下 并强调牛津大学仍然以梅伊的成功感到骄傲 但也有梅伊的支持者在推特组织的把照片贴回去的活动 受到同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保守党议员吉玛的支持 她以极度荒谬批评撤照片一事 她认为梅伊作为第二位英国女首相 政治成就无庸置疑 校方应该要硬起来 把照片放到更显著的位置上 对此梅伊的发言人则表态拒绝干涉 并强调整起事件应该要由校方全权处理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